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有些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去购买一个心仪的车牌 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一个因为车牌而烦恼的事情 很多朋友都知道现在上牌几乎都是电脑要号 于是只想要给自己爱车上个牌子的女车主 就把小手这么一点 哎呦我的天整个吉祥的1688呀 于是新高采烈的回家了 就等着几天后来上牌 结果人家给的车牌却不是自己要到的 换成了L688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换掉了呢 车管所的工作人员立马就给出了回应 不好意思 这个车牌已经有人使用了 是我们系统出了问题 我们的工程师正在修复系统 实在抱歉等等等等 女车主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啊 你们出错了 就让我来承担这种后果 是个人都不愿意啊 于是就这么僵持了一段时间 女车主也身心疲惫了 最后女车主不得不妥协了工作人员的说法 毕竟自己的爱车需要上牌才能上路嘛 无奈之下就上了L688这个车牌 其实我想说的是 L688已经很不错了 换做是我的话 不要L 就只要个688 我也觉得很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